焦虑症是神经症这一大微疾病中最常现的一种,以焦虑情绪体验被主要特征,可分为慢性焦虑、广发性焦虑和急性焦虑发作惊恐障碍两种形式。 焦虑症的目前病因上不明确,可能与疑传因素、个性特点、认知过程、不良生活事件、升华、躯体疾病等军有关系。 目前中国焦虑症患者人数在不断上升,焦虑症所带来的后果也不亚于抑郁症。 其主要表现为悲观、绝望、烦躁,也是习惯改变、失眠、兴趣减少或注意力分散,有自杀念头。 对旅行社会职责有抵触感、嫉妒疲劳感、暂应时多或敏感等。 若发现自己长期处于焦虑状态,要及时寻求医生帮助。 因为患有焦虑症,不及时还可能诱发其他疾病。 西南大学附属第一精神医学科主任潘吉扬教授在家庭医生在线,之前的相关访谈中,曾表示焦虑症,又趁焦虑障碍,是一种长期性的负面情绪障碍。 若人长期患有焦虑症可导致多种躯体疾病。 主要有以下几种,失眠、高血压、关心病、胃肠疾病甚至癌症。 此外,长期焦虑还容易导致血压、血糖的波动,造成生理功能紊乱,引发集体功能病变,因此发现自己患有焦虑症。 要积极配合医生,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焦虑症吗? 一,保持一颗平常心,用淡定、从容的态度面对事情,要学习和训练自我心态调整的能力。 当面对困难或白心事时,懂得放宽心,用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,而不是以为则钻扭脚尖,平时也可通过听音乐、画画、列子等方式,都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。 二,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,利用空闲时间多跑步、打羽毛球、打太极等,运动可以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分明新冠性的地区,物抢色暗。 它能影响大脑,帮助人产生愈悦情绪,影响人的情绪调节、精力和记忆力,堪称人体内的快乐元素,而且研究发现,物抢色暗水平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抑郁、嗜酒。 刺杀、攻击及暴力行为,因此一个人常常进行户外活动,晒太阳可以助于这种元素的增多,从而预防不良情绪的产生。 三、多旅游,拓宽视野,多与人沟通,眼界决定了心胸,平时多出去旅游,可见是更广阔的天空,转换环境,变换心情,而且在外出旅游期间。 三、主动与他人沟通和相互理解,让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,在沟通中释放自己的心情。 四、理智对待焦虑症,发现自己处于焦虑情绪时,不要惊慌,出现焦虑情绪是正常的,只有产生焦虑障碍才是病。 平时多了解相关方面的科学知识,有问题及时向专科医生寻求帮助,远离疾病,人人健康,多一份关爱,多一份保障。 郑州精神中专家指导,你如何预防和精神类疾病知识,或者到官方网室进行咨询,关注我以后不会再错过每一堂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